LAYO 了世紀 天行龍心 大家好 我是LAYO 今天來看葡萄拉人對上中國人 這場才是軍閥3的狂顛之地 先來介紹一下 藍方在於出生點位8點鐘方向 是葡萄拉人 這位選手是塔塔 我個人認為他不是世界第3 就是世界第4強的玩家 中國人這邊是Riper Riper出現在出生點位1點鐘方向 這次選擇的是中國人 Riper在我心目中的排行榜 是第一名也是第二名 現在的第一名是誰就不好說 先來介紹一下Riper這邊的地圖 這邊地圖看一下 黃金的部分是上面 石頭還有黃金還有石頭 顛狂之地一個特點 最重要的東西就是石子路 石子路是不能蓋任何建築物的 所以玩家們在玩這張圖的時候 要特別注意 不能撒農體跟為死的狀況 所以這邊只能多用這種突起的高地 去蓋建塔或者是城堡 進行斜防 那蓋TC的部分也會比較困難一點 你至少要挖出一個凹槽進去 然後再把這個伐木場滴掉 蓋這個伐木場出來 不然就是只能把這個城堡中心蓋在礦產旁邊 去做一個斜防動作 或是插入地方 那還是要盡可能離墓區近一點 不然你這個村民離這個墓區太遠了 可能會因為你這個黃金突然挖太多經濟失調 然後導致村民一直要往這邊到墓區挖 就會浪費很多時間 所以這個前期的經濟細節控制 算是這張地圖的小小重點 那這張地圖比較麻煩是 黃金的部分分佈雖然很多 但是數量都不多 所以玩家會需要一直去找新的地方去挖黃金 更做防守 所以對於職業選手來說也是一大挑戰 那中國人呢 在這場比賽的開局優勢 聰明術一開始是多兩村 沒有什麼太大問題 因為基本上 不太會有那種肉不太夠 然後斷村斷的很嚴重的狀況 因為開局村民術比較多 所以對中國人來說是蠻好的一個開局方式 那葡萄人呢 這邊的經濟的話 應該還是要打這個八折黃金兵 去作為自己的經濟優勢交換的選項 那他後期還有這個僧侶可以用 但是他前期還是只能打工兵 會比較適合 工兵、毛兵、肉吧 是一個比較適合他的主流打法 那殿皇之地呢 有許多的野生動物 也可以去吃 那這個野生動物呢 能不能吃到中後期 這也是個問題 畢竟很多中後期的時候 大部分的人還是種田 所以這個鹿能不能吃 就是看各取所需 那哥德爾人呢 像蒙古在這場地圖的表現 其實也不錯 但是也沒到非常好 所以不是有這個動物加成的文明 一定打這場地圖就有優勢了 所以有些觀眾會問我說 哪些圖用什麼你會比較好 只能說有加成喔 但不一定是最好 畢竟RTS遊戲喔 是瞬息萬化的 千變萬化的遊戲 所以呢 他這個文明選項 主要還是要靠著自己的基本控 去做出文明的選項 也不是說選A就一定優勢很大 因為說不定對手選B 你的A的優勢就會變少 好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兩邊的一個封建世代怎麼打 這邊看到 中國人這邊是選擇了兩隻肉馬 一隻槍兵 然後兩隻肉馬開始往前推了 葡萄拉這邊肉馬按了三隻 這裡還存在家裡 繼續按繼續按 哇這個肉馬越按越多 葡萄拉前期是選擇了肉馬開局 Viper這邊也是選擇了肉馬看 兩邊都是選擇了一個阿拉伯打法 正常的槍兵肉馬 防守 然後把資源點維持 那Viper這邊有個細節可以講 這邊這個細節 可以看到這邊 是有這個木門 那這樣地圖來說的話 圍這個小資源點 這樣很方便可以讓補村民去補木頭 讓自己的經濟更順暢一點 不然圍資源點的話 很難再去補木頭 一定要去補別的地方 反正你會相變增加自己的維加成本 這個維加的時間成本也是成本 所以Viper這邊一個世界冠軍級的教科書 圍這張地圖的一個細節 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這個木頭跟這個木門 好那來看一下對手塔套 那塔套這邊的細節 看到有這邊就是沒有做得像Viper這麼好 他這邊是直接圍了一些木牆 但是也不能說這樣不好 只是他要補村進去的時候要自己滴木牆 然後再把這個木牆給補起來 這是我們剛剛說的這個維加成本 時間成本也是成本 所以盡可能的 像Viper這樣圍牧門 你看這個村民就在這邊走來走去 浪費了自己的採集時間 這樣算是一個很不好的方法 好 Viper這邊家裡有點爆炸 三隻公兵過來 槍兵被射到頭部血流 被迫這裡補了一根箭塔 塔套看到這個木區 直接圍了一根箭塔 直接往上打金晃區 金晃區繼續鎖住也是不錯 後面槍兵 趕快繼續防守公兵喔 不然會被Viper的弱馬給抓掉了 Viper這邊公兵也開始轉出來了 三隻公兵開始在按 但是對手的三隻公兵已經開始射身 一隻村民要拿下 沒問題 塔套這邊的細節也有做好 這公兵三隻往前拉 順利的擊殺Viper的村民 Viper這邊點下令吉射 經濟有點被弄到啦 準備進去 但這裡有一隻村民 兩隻村民怎麼走到這裡 奇怪了 Viper 這個村民好像是控錯了是不是 開局 贏兩村 14分鐘後 再送兩村回去 中國的經濟優勢 淡然無存 完蛋了 說好的開局有村民優勢的Viper 結果怎麼自己送兩村出去搞事 可能是要搞事然後不小心拉到之類的嗎 不確定 Viper這邊有一個奇怪的失誤喔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Viper這邊失誤之後 要怎麼如何反打回去喔 這邊兩邊村民術目前持平狀態 Viper明顯劣勢 暫時是劣勢的 因為他這邊劣勢是因為村民已經被打到自己的優勢沒了 但是Viper待會兒要遇到的是黃金兵所有巴著優惠的葡萄牙 待會兒中國少了這兩村優勢 經濟沒有辦法去滾雪球下去的話會很難打 好 槍兵最後往前 戳掉了一些肉馬 肉馬還是被戳到頭破血流 打到這邊的弓兵 在後面沒有往前 後方的Viper弓兵 直接被戳掉了一隻 往後拉走 槍兵是使用守衛模式不會主動攻擊 算是這邊的控制細節 好 那Viper這邊所有的弓兵全部倒地之後 Viper拉了所有的肉馬 往後拉 弓兵繼續往後走 這邊要先打弓兵 如果要打的話 如果不打的話就一直往後撤 但是一直往後撤 弓兵就會被追上 好 這邊可以收村 用這個劍塔幫忙輸出一下 卡都看到了劍塔被射擊 趕快放出來 村民 Viper這邊趕快放下村民 好 這裡趕快買個100石頭 蓋劍塔 金塊要守不住了 現在比例完全不夠 RTS遊戲 成敗一瞬間 Viper這邊的反應相當快速 這裡只要趕快建劍塔 才有機會守得住 不然要被他的弓兵射到頭破血流了 好 打到這邊 可以利用自己的八折黃金的優勢 這個 弓兵的一子暗 這就是 葡萄牙封建時代最強打法 槍兵肉馬弓兵 完全就是 照開局所有的方法去打 這算是葡萄牙的交和書式打法 盡量不要去用這個毛兵 把這個射箭長的慘 全部換成弓兵 才可以把葡萄牙這個文明特性 打到極致了 這算是這個文明的一個小小細節 有些人會覺得說 這個工兵單位 可能還是可以按摩一些毛病 去對付對方的工兵之類的 當然其實如果你真的要對付對方的工兵的話 弱馬就按多一點就好 然後搭配一堆更多的工兵 對方可能會直接爆炸 就像這個情況一樣 連世界冠軍都擋不住 這個葡萄牙的打法 好 那Viper這邊 城堡是在點下 自己的優勢已經完全消失 現在只能被歸出在家裡打 還被迫補了兩根箭塔 那像反觀葡萄牙這邊 是一根箭塔都沒有下 待會一上城堡時代 也可以快速開下3TC了 Viper這邊則是還是要 需要買更多的石頭 才可以去轉出自己的城鎮中心 整體來說 Viper的經濟是會比較差一些的 而且又沒有這個工兵八者的優惠 Viper這邊黃金會非常缺乏 所以可能待會再補一些黃金喔 這隻村民有點危險 完蛋了 這邊洛馬過來 這邊稍微微一下 阻斷了 但是上方的工兵打得很開心 就擊殺了Viper的一隻村民 他到這邊打得非常漂亮 細節都做得非常到位 右邊的槍兵 稍微被反擊 左邊的工兵還在騷擾 好 就差點點掉了一村 好 兩邊應該升到城堡時代了 Viper應該要選擇工兵加騎士的打法 現在一定要全包黃金喔 對黃金慘的一定要夠 所以塔操這邊也很努力喔 一直想要去騷擾黃金 只要騷擾到黃金的話 對塔操的節奏來說更適合 好 升到城堡時代 兩邊第一時間點下了工兵的升級 但Viper這裡沒有先點二級射嗎 要點就點 這裡趕快買賣一下 好 現在中國的科技很便宜喔 所以剛剛的資源量是一定能點的 稍微賣一下黃金就行 待會出來的村民島全部繼續補黃金喔 或者是補木頭 現在木頭跟黃金是最缺的 肉反而是還好 兩邊都有弩兵 Viper是雙射箭場 騎士的部分還沒有按 現在有點缺肉 因為補了二級 伐木的關係 現在騎士按不了 好那Viper這邊是率先點下了大學 然後彈道學也補了 後方這裡的墓區 工兵開始在騷擾 只有三隻村民被射到的關係 所以沒有辦法繼續伐木 好兩邊都是第一時間 高速點下彈道學 我以為這是補TC呢 結果是補彈道學 大學補在這位置 好Viper有彈道學了 升級好 兩邊都在秀 那Viper這邊好像有點稍微秀出的感覺 好V陣 躲不掉 因為葡萄牙彈道學也好了 兩邊都在秀彈道學 結果還是被射到 Viper這邊好像越打越劣勢 塔套現在有高低優勢 高打低 傷非常高 好 數量來說兩邊差不多 都是八隻 好洛馬又來了 現在洛馬遇到有彈道學的工兵 只能邊打邊退啦 血量有點殘啊 如果往前衝的話 一定會 勢必會送光的 好 當然這邊有個細節 V陣堵掉了一下箭矢 這個手動用得非常好 好 手推車 點下 還有一級工兵甲 右邊補下了伐木場 塔套這邊則是補下了城鎮中心 開始要轉一下經濟了 好 右邊有一坨工兵 左邊有一坨 Viper這邊防守 相當有壓力 但還好牽他箭塔 也可以獲得彈道學的效果 這個非常準啊 洛馬參血一過來 就被送掉了兩隻 右邊的工兵直接阻斷了 塔套的 右邊的進攻 左邊的工兵 有可能會被擊潰 可能要撤一下 好 後面的洛馬過來送光 好 應該是沒問題了 這應該是擋不住了 但是他有一級馬鎧 這個有點坦 好 但是Viper還是有點難受 一直被工兵騷擾當中 左邊的工兵沒有空好 可能要送掉剩一隻 OK 好 普查人這邊二級工兵甲 也提升上去了 Viper這邊很努力的 在囤自己的工兵 這裡可能要再補一個射箭場才行喔 喔唷 這裡補第三個了 那什麼時候要補射箭場 就是你明顯感覺到 自己對方的工兵數量已經跟不上對手的時候 就要補 那什麼時候會感覺到呢 就是當你覺得自己的兵很少的時候就可以補 簡單來說是這樣子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右邊 右邊射箭場不補 冤工兵過來來不及蓋好 選擇收村 欸 差點被收到 好 那Viper這邊要專注挖石頭的話 可能射箭場就不用補了 待會先挖一根城堡出來 直接轉中國聯弩喔 也是一個不錯的選項 但中國聯弩跟對方奴兵對射的情況下 會有這個射程烈勢的問題 所以普查人 這邊可能會繼續出工兵 Viper則是轉戰矛 配中國聯弩的一個策略 跟戰矛兵的話 射程跟奴兵一樣 但中國聯弩的話 可以射騎士或投石車之類的東西 都會傷害更好一點 但是跟投石車互打的話 可能就是有點互相傷害就是了 好 這坨弓兵 Viper都能找到機會 繞到了貨房 好 射掉了這個 蓋房子的村民 接著走到黃金礦的地方 但是對手已經開了TC Viper分數稍微劣勢 這裡所有的弓兵過來集合員一下 葡萄人沒有補下騎士 這裡其實只要按一隻騎士 就稍微能打了 好 那這弓兵直接過來 Wiper要全部送掉了 好 現在左右兩邊 都有點難受 還好已經轉出了戰矛兵 有二級弓兵鎧甲還沒有點而已 好 這邊右邊牧區 找到了一個新地方 五個人挖石頭 五個人挖石頭 才不會那麼傷心機 好 右邊再補一個城鎮中心 偷偷補戰右側 挖黃金 順便可以來打獵了 好二級的弓兵鎧甲 海上管壞補 這個遇到對方弓兵這麼大量的情況下 互補弓兵甲就是在送頭啊 好這場算是標準的弓兵對決的交換戰 好 在高端場來說 會比較常看到這個模式 弓兵對打情況 大部分新手場都是用弱馬跟騎士 在互相交換 所以這種 難得可以解說到弓兵的場 其實不多 好 弓兵甲上去 補塔這邊是 葡萄人 二級弓兵甲也提升了 騎士還沒有按 那在這個時候 葡萄人其實可以按一些騎士 去反制戰毛兵的 但是這個二級的騎兵甲也升一下會比較好 但是有一級的話就還是能用了 好所以趕快按騎士 那不按騎士的話也可以選擇投石車戰法 或弩炮 好多血 畢竟這個戰毛兵實在是太坦了 二級甲之後基本上是射不動 好要射非常久 而且就算換了也只能1換1 欸 結果這邊高打低 成功換掉 果然補下了攻城七招手 阿桃很明顯知道 Viper這邊佔毛怪的劣勢在哪裡 趕快真做出了反對方法 反制方法 這個石頭這邊三個人挖 可能有點少喔 要不要再多一點人挖呢 先把一個城堡挖完 蓋在這個位置 先手術一下這個 正面怪的門面 待會右側這邊直接全部協防 這個位置 這個區域都是變成Viper的 可能會比較好一點 那葡萄這邊也是要趕快挖石頭 那如果可以的話 就把這個城堡往裡面插 越插越深越好 現在有騎士出來了 現在中國有點難搞 遇到這個騎士 看要不要轉生旅 轉生旅比較好打 但是生旅沒有救贖思想 遇到投石車一樣痛苦 但至少可以反制這個騎士 這個戰毛兵沒有救 趕快換掉 換多少工兵就換多少工兵 戰毛兵再送掉 換了幾隻工兵 葡萄牙開始轉其次了 左邊城鎮中心補下了 現在四個城鎮中心 都在營運當中 兩邊村民處是一樣 81吋打81吋 中國人點下了彈道學 還有拇指環 工兵科技 城堡時代都已經點完了 繼續補下兩個射箭場 好 開始爆挖石頭 這裡應該是 不小心 幹完TC自己去挖的 這邊感覺是要去補木頭 比較好 補木頭吧 收到月有要補嗎 看一下Viper這邊的選項 選擇了投石車戰法 和工兵戰法 城堡現在只能蓋在自己門面的高地了 現在往前補不太容易 這個工程器製造所 可以鎖住 這邊的 蓋堡的村民 不然就把城堡往家裏蓋也可以 直接蓋在後方 但是我是覺得 地跟城堡還是蓋在門面的附近會比較好 好 那對手檢受物 有看到Viper 右邊有城鎮中心 拿了一些村民來蓋堡 直接壓住 右邊這邊 偷採礦村民 現在大軍開始往右走 Viper不知道有沒有意識到 那塔操這邊 左邊拉了一隻村民過來 蓋燒戰 偵查一下左邊的動靜 這個偵查做得很好 這個燒戰只要硬往外查 Viper只要從左邊偷偷繞幹出來 塔操這邊都可以發現到 這個炸個一發炸裂 頭屎炸裂 往後再炸個一發 再往後拉走 頭屎車要倒了 但是黃金兵騎士也死得蠻多 後面可能要再多一點 這邊的 種田的村民也被引過去了 後面直接補一根堡 但是能蓋好嗎 頭屎車來了 拉山村去趕快敲下 OK 有拉 城堡補下 工兵高打滴 頭屎車小心 V陣比起來 OK搞定 這裡死傷不多 頭屎車也被反擊回去 殘血的頭屎車能活下來嗎 好像可以 後方地龍時代點下 現在時代上領先大約快1分鐘 50秒左右 左邊 目前沒有太大的動靜 VIPER是中國人 三攻三防都有 不管是要打騎兵步兵工兵都能打 就是後期沒有火炮火槍 玩起來會稍微有點尷尬 遇到葡萄人的火炮出來 還有火神槍 火炮打得非常準 還有火槍兵 所以整體獲襲VIPER還是要靠自己的基礎經濟 爆出大量的縱裝騎士或縱臥聯絡 或是中型頭屎車 進行後期反制裁洗 左邊又有大動靜了 這裡又要蓋一根堡 VIPER的承認中心被壓制 大艘應該是繼續出騎士 待會黃金兵八折優惠 重裝騎士上來之後 這個影響力就會更高了 VIPER這邊可能還是要轉一些槍兵出來 會比較好 或是直接上去轉重裝駱駝也行 不管怎麼說 兩邊拿這種打法 都會是一個讓VIPER很難受的決定 因為要非常多的肉量才可以 VIPER現在經濟配置 全部都是木頭的關係 這邊勢必 後面還是需要轉一些經濟出來 這裡賣了一千木頭 花了三百多塊黃金 這種黃金被控住之後 沒有辦法正常挖 後面也沒有安全經可以用了 左邊這根城堡蓋起來之後 這裡就行偷吸 還要趕快去補 現在肉不夠 黃金也不夠 VIPER這邊沒有辦法順利蓋出城堡嗎 反而是要蓋什麼 看起來是城堡的地基喔 這裡上去之後 點殺了化學三級馬凱 重裝騎士準備提升 結果VIPER這時候打出了GG 我們恭喜塔套拿下比賽這裡 這一場塔套打得非常有自己的 把葡萄的優勢完全打出來 VIPER這邊則是前期有兩寸的失誤 讓中國的優勢蕩然無蠢 中國人的打法還是比較偏向經濟型打法 背景後期會有科技不足的問題 如果在前期沒有辦法拿到太多優勢的話 中後期會越打越劣勢喔 我們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經濟的部分是由塔套拿到 食物、黃金、食料的資源上升力 而且還拿到四聖物 莫頭是VIPER比較多 基本上其他資源都輸了大概1000多左右 好啦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就差不多到這囉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的話 請記得幫我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我們這次會見 我們下期見 進去 我們下期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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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旅遊